大家好 今天咱们就聊一聊杜甸花 有话有说它家里的杜甸花 长着长着 它就出现了叶片发黄深及干枯的现象 像这一点有两种原因 说到浇水 如果你长时间给它浇水的话 它也是会出现叶片发黄干枯的现象 所以这个夏季不要经常给它浇水 浇水的话一定要等到这个盘堵 快有干头之后再给它浇水是比较好的 也不要给它经常的曝晒 特别是这个夏季这个光照是比较毒辣的 所以一定要给它适当的光照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盆栽跟地栽的不一样 盆栽的话它是很容易出现这个 把这个叶片造成一个晒干枯的现象 后期养护起来也是比较的难的 所以这个给它散色光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用到这个磷酸二斤甲 给它七天喷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它就会慢慢的恢复立叶的了 就是连次喷三到四次这样子就可以了 用的量就是一个对五百毫升到七百毫升的清水 摇晃均匀 给它这个叶片正反面的喷洒就可以了 也可以给它适当的灌干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种磷酸二斤甲 它是可以提到抗导服抗网液的作用的 因为你长时间给它浇水 所以就导致了叶片出现这种情况的 所以你一定要减少浇水之后 再给它使用磷酸二斤甲是比较好的 希望这个小方法能够帮助到 喜欢养杜尖花的花样们 好了时间有限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杜尖花 下季的养护就到这里了 好下季再见